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韵的演出现在是在温哥华 也就是加拿大的西部的海岸 神韵艺术团在那演出之际 有一位来自大陆的专业人士 怎么叫专业人士呢 他就是跳中国古典舞的一位舞蹈演员的专家 他自己到温哥华也正在开着一个舞蹈学校 他文训而来 特意去看神韵演出 这是他第二次看神韵演出 看过之后 接受记者采访时呢 他非常的有感触 那这篇文章呢 是登在了看中国的网站上 文章的标题叫做 神韵晚会气势宏大 那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的古典舞的演员呢 他看过神韵演出之后呢 非常的感触 他说 整个阵容强大 实力太不得了了 他觉得神韵艺术团的这一年的成长吧 因为他去年看过演出 他说简直是飞速扩展壮大 而规模和发展速度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他自己既又跳舞 自己又教学生 他非常清楚培养一个中国古典舞的演员有多么的难 文章里呢 他特别提到说 男演员在舞蹈表演当中的毯子弓和弹跳都非常棒 真正的展示出中国男子的那种刚扬之气 而且舞蹈本身非常有气势 他特别提到了来表达这个藏族的舞蹈叫做雪山 欢歌和另外一个就是大唐鼓励 他讲说真正体现出中国男子的风范 而作为专业演员来讲 他说他非常注意到整个舞蹈演出的效果 他说发现现场的观众反馈是非常好的 而另外一位来自大陆的声乐老师 他自己呢姓刘 他是慕名而来看神韵演出的 他说去年他就听说了神韵晚会 也非常盼望了一睹神韵的风采 那今天呢终于如愿 他讲神韵的档次如此之高 他说观看之后真的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感动 而且也从中悟到了许多的真理 他建议呢如果想了解神韵晚会的话 你一定亲身到剧场来看 那才能体会到那种从未有过的震撼 那这位刘女士呢直接描述说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 他非常欣赏整个晚会的编排 舞台设计服装故事内涵 包括现场的伴奏呢浑然一体 这个非常令他感动 从出于职业的关系 他特别提到说神韵的演员 每一位演员前后左右水平是一致的 而且在那么短时间内 可以把演员训练到位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特别提到 这一定是有神灵引导 才能达到如此的阵容 才能达到如此高档次的演出 一句话 非人力而为之 对比之下呢 他说国内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演出 晚会本身那种开放力和感情的抒发 让人心情从未有过的舒畅 那是一种放松 那是一种祥和的感觉 而刘女士呢最后特别表示说 在整个节目当中有有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内容 他说这些人权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他自己的单位的同事就被抓进了监狱被迫害 原因只是因为他练法轮功 可是这些人平时在单位都兢兢业业 处处适适做好人 他非常感叹今天中国并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也没有机会体会到 他现在能正在体会的那种舒畅的心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